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知道事情的真相了 会有好处的 孩子回到家对妈妈说 我知道事情的真相了 妈妈很慌张 赶紧拿出50块钱 算是封口费 隔一会儿 爸爸回来了 孩子说了同样一句话 爸爸一愣给了100块钱 千万别告诉妈妈 孩子轻轻松松就得到了钱 太不可思议了 真相到底是什么 从大人的角度来猜想 也许是爸爸妈妈之中还有第三者吧 或者是做了其他对不起家庭的事情 不管怎样 从故事里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事实 人性是复杂的 隐秘的 在利己上会表现特别突出 曾世强说过 人性管理的要诀 所有的方法最后只有一个 摸着石头过河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要相信人性 而不是一直相信人品 在不同的时期 做出不同的判断和选择 让自己的财富慢慢增加 作为40岁的人 上有老下有小 谁都想发财 有了钱就能持家立业 安度晚年 很多困难迎刃而解 在此建议大家 看清以下五个人性规则 帮助自己获得财富 有一桶金后 适时离开原有的圈子 身边的人希望你好 但是不希望你过得比他更好 为了赚钱 我们常常会加入对自己有利的圈子 几个人一起凑钱去做某件事 风险会小很多 遇到困难了 也能够多一个解决的办法 几个人的人脉关系也会凑在一起 有利于事业发展 随着时间的推移 你的人生进入到一定的层次 也实现了第一个目标 这时候就意味着要脱离旧圈子了 正所谓 树大会分压 业大要分家 尤其是在你已经超越了身边人的时候 要尽快离开 希望你好的人 看到你超越了他 会心生嫉妒 心理学家插摩吴俊 说过这样一句话 嫉妒能使亲密的好友翻脸 双方都会受到伤害 可以说 它是一种令人无可奈何的感情 象征着人性的弱点 与丑恶的一面 如果你要去捞第二桶金 那么你就要寻找第二个圈子 或者独自打造一个圈子 此时的你 今非昔比 不再是那个穷光蛋了 不要用过去的眼神看自己 找到门路后 选择一个人默默前行 如果你想做仙鹤 就别鹤立鸡群 而是离开那群鸡 有据耳熟的话 一百个眼中 有一百个哈姆雷特 当你要去某个行业的时候 有人表示赞许 有人提出反对意见 还有人帮忙预测到各种风险 提出各种失败的结局 古往今来 有一种发财的套路 叫闷声发大财 在别人没有注意到自己的时候 就猛地发力 可以避免各种打压 也能够摆脱 闲言碎语的干扰 在电视剧《聚保盆》里 沈万三急着要赚钱 身边的朋友建议他 去北方卖伞 当沈万三带着一车伞到北方后 半个月都没有开张 因为北方干旱少雨 人们对伞的需求很小 明显沈万三的门路 被朋友带偏了 犯了偏听偏信的错误 有一种套路 叫先下手围墙 后下手遭殃 一条路只容得下一辆马车 如果你把路告诉了别人 或者找人合作 就会显得拥挤 要是别人更快一步 你就只能放弃了 做人既要有和群的智慧 还要有独当一面的勇气 在赚钱方面要独一点 就像古人说的 力威莫负重 你还没有能力带着一群人致富 那就自己摸索门道 先变成致富带头人 发大财之后要建好就收 没有人能抵挡利益的诱惑 如果有 那就是因为利益不够大 有的人在四十岁的时候 就已经小有成就了 或者接过了父母留下的产业 要推陈出心了 不管怎样 人要学会建好就收 贪婪会引导你去赚钱 也会引导你走向失败 要这样想 天下的钱很多 但不会是某一个人的 你的强大不会超越所有人 玉璃子里有一个故事 月帝有一个人学会了妖术 非常得意 为了显示自己的能耐 他招来了很多的妖怪 妖怪们都要吃饭 但是他无法提供 因此被妖怪怨恨 还把房子掀掉了 对付别人的时候 我们懂得以其人之道 还其人之身 对于自己来说 钱财太多 也会变成祸害自己的根源 开车要在自己的把控之内 才安全 赚钱也是如此 超越认知范围的钱 你是无法掌控的 不如不要 当你希望自己更加富有时 就先读书 研究社会 获得信息 别太冒失了 善于等待的人 借机发财 老人们常说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任何事情都有因果联系 你坚持努力 但是毫无起色 没有关系 因为时机还不够成熟 或者是德行还不够好 小刘一个写小说的朋友 写了五六年都没有赚到钱 可是今年他和某平台签约了 把所有的小说都发在平台上 一下子就得了好几万 能够一跃而起的人 并不是突然就走大运了 而是后继勃发的结果 也许你苦苦支撑十年也没有效果 但是十年以后 随着时局的变化 你转型发展的机遇就来了 谁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 不过意外很可能是意外的惊喜 要明白 在惊喜来临之前 你就是一个闷声的人 做事非常低调的人 不招惹是非 唐朝时期 判臣史思明有一千多匹豪马 为了显摆自己的实力 他每天都把马赶到黄河南岸去喝水 洗澡 大将李光碧带着军士 在黄河北面看得一清二楚 他暗中安排把所有的母马都挑出来 等史思明给马洗澡的时候 把母马全部放在岸边 很快 史思明的好马都喜欢上了对岸的母马 有水过河一去不复返 一个人越是显摆自己的财富 越会出现亏损 高手都是财不露白的 没有人知道他的底细 木秀鱼林封闭摧直 哪怕你是当地的恶霸 大家都怕你 最终也难逃法网 别急 墙中自有墙中手 你不是天下第一厉害的人 唯有低调才能远离祸害 保住财富 总结 李济大学里说 人者以财发身 不人者以身发财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发财 都要把握一点 修身 我们无法控制别人的人性 但是可以控制改变自己的人性 四十岁处于中年的中间 一家老小指望你吃饭 未来的路要自己去闯 赚钱是最要紧的事情 但是不能采取野蛮行动 更不能弄丢自己的人德 曾世强提出一个观点 顺着人性的需求来管理 可提高效益 凡事要顺着去改变 不要固执己见 关系 欲望 财富都是如此 人生路上 要看透别人 又能管好自己 既能借力而行 也能全力以赴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